拥有教育博士學位 在高雄任教超過二十五年的 國小校長遭好友檢舉涉嫌偷拍 受害對象就是朋友的女兒和妹妹 檢警搜索學校辦公室 和住家查扣偷拍試證 檢警釐清犯案過程 涉案校長借住朋友家 在客廳浴室房間等地方裝針孔 從一百一十一年七月起 到一百一十二年十月之間 朋友的未成年女兒受害 一度遭到朋友發現勸戒 不可再犯 直到一百一十三年三月 朋友的妹妹入住 涉案的校長被發現 又偷拍同住的兩女受害 全案經檢查官綜合卷內視證 任被告設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治條例之 違反意願拍攝少年性 影像等罪嫌 去提起公訴 涉案校長偷拍事件曝光 一度讓家長擔心學童的安全 已知涉案影像並不涉及校園 在朋友家中布局偷拍 試證明確遭檢方 增結起訴 三地區文庫石英 汪汪玉文高雄報導